那是我們在外景 在山上 那我等於是 這邊我要入鏡 那我要看那一個人 好 看完他我要出鏡 那導演就剛好站在我的前面 Monitor 他這樣子 我站到後面 他剛好這樣看Monitor 這樣抽菸 好 五四三 好 卡 那我剛好又入鏡 你去看那邊 出鏡 卡 卡 出 不偏不影 中了 中了我的眼睛 當下我真的是 整個失眠 西楓是十四歲就全家移民美國 在那邊其實小小留學生 有沒有碰到一些 種族歧視的問題 我們剛去的時候還蠻嚴重的 因為台灣移民 還有香港人的九七移民 所以就很多的東方人去 那剛好我們住的那一週 是沒有中國城的 所以我們變成是少數民族 所以我跟我哥哥 剛去的時候的不到幾個月 我們就會很努力地健身 把自己練得很壯 就他們比較不會來欺負你 那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在玩那個體育課 那體育課之前要換衣服 那換的當中呢 我哥就被黑人欺負了 他換的時候 就有黑人跑進來 跟我哥說 教練找你 教練找你 那我們剛去什麼都 戰戰兢兢什麼就 我哥就跑出去了 結果跑出去 沒有人找他 當下他又回來 錢包被偷了 就整個錢包的錢被偷 那皮包都在地上 就會在那邊會碰到 這種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有被人家用槍指著 你的臉的經驗嗎 對 就是我們打完工 可能那時候打完工 已經快到十點 晚上十點 那我們一群東方人 就會想要去遊樂場玩 就是整個街都是玩 那個電動玩具的 那我們七個東方人 在門口要進去 我們有說有笑 就外面站了兩個外國人 就聽到我們講的是中文 他們就想要學你的中文 就是 我們 這個等於是我們的通關密語 你知道嗎 一聽到這個 整個火氣都上來了 結果我們七個人 把他圍住說 你是想要幹嘛 就是他們就開始 在學那個普斯利 那整個是我們七個人 已經拳頭都硬了 你知道嗎 結果 圍到他們的時候 裡面就有個外國人 跑去車上 拿他一把槍出來 對著我們 來啊 我想拿槍出來 我們就趕快退 那我哥 攔不住 硬衝上去你知道嗎 我就把他抓住 他一直要跟他理論 跟他那個 他槍對著我們這樣子 天啊 我把我哥哭出這樣 他一直這樣 打來打去 打到我的下額 都被我哥打歪了 真的歪掉 還好我把他哭出之後 我就用中文跟我另外的朋友講 趕快叫 安全 叫警察他們過來 真的去找 他們看到了之後 就趕快把槍丟進車上 那就鳥獸散 好險 那當下我的這個是歪掉的 那在國外因為 那個在醫院也很貴 所以說怎麼辦 我現在吃東西 等於是落回海 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 我就自己一二三 不是 自己把它弄回來 你自己弄啊 怎麼厲害 他還要弄個釘子 你就自己喬回來 就喬回來 因為太貴了 就這樣好了 對啊 你伸手 我自己也聽到一聲這樣 就回來了 好強喔 對 你有一次是拍戲的時候 眼睛被煙燙傷 那一次也很危險 那是我們是在外景 在山上 那我等於是 這邊我要入鏡 那我要看那一個人 好 看完他我要出鏡 那導演就剛好站在我的前面 檢查他這樣子 我站到後面 他剛好這樣看著檢查 這樣抽菸 好 五四三 好 卡 那我剛好又入鏡 眼睛看那邊 出鏡 卡 卡 出 不偏不倚 中了 中了我的眼睛 痛嗎 當下我真的是 整個失眠 因為很痛 被煙頭傷到我的眼睛 所以我馬上去醫院 結果醫院的醫生說 還好 你傷的是眼白 不是瞳孔那個地方 差一點 對 那我回到 就是我弄好了之後 我回到棚裡 不好意思 還要繼續拍 自己才停業的吧 因為我不拍的話 會開天窗 太不倫道 我想說 我坐在一個休息室 我整個眼睛正躺平 我眼睛沒辦法張開 我都不知道我怎麼演戲 編劇改一下 就是眼睛突然受傷 沒辦法改 因為當下劇情走下 今天就要剪完之後 要上片的 我說我真的沒辦法演 眼睛打不開 他說你再休息兩個小時 看能不能演 我真的好生氣 我覺得怎麼可以這樣子 這是有關於我人生 我不知道我以後 我眼睛還能不能看到 真的 當下真的好氣餒 還好 我有哥哥雙胞胎 來替我演 太幸運了 對 他就穿我的衣服 趕快打給我哥哥說 真的開天窗 你要來幫我 所以我哥穿我的衣服 就上去演了三天 我覺得你這個工作上 充滿危機 你還有上綜藝節目 好像快要溺水了 對 也是差不多十幾年前 因為那時候很年輕 什麼事情都很拚 那個節目就是我要 帶一個女生游到對岸 游到那邊有一條繩子 你要爬上去 那才可以得分 也太累了 那我們一群人就是 有一些資深的演員 或者是資深的一些歌手 他們就是在比 那我看到有些資深的 他們游到一半 他們就棄權了 那我們就比較年輕 就比較想衝吧 拿第一名 結果我帶了女生 我問他說你會不會游泳 他說我會 我會沒問題的 結果游到一半 我發覺他已經在沉下去了 你知道嗎 因為女生的體力跟男生不一樣 所以他游到一半他已經沉了 我還要一直扶他 我還要一邊游 還要一邊救他 我覺得他已經快窒息了 那好不容易游到那個地方 就是看到繩子的時候 因為我們游那個地方 就有人造海浪 所以他又抓不到 我們在那邊弄得快要十幾秒 那我也快自喜 因為我的體力也透支了 因為我要撐他 結果我說你要趕快去抓那個繩子 不然我們真的不行 結果一二三 好 他抓住了 但是我已經沉下去 當下跑馬燈出來了 我就覺得我人生就那五秒鐘 我如果我自己沒有抓到那個繩子 我可能就已經 可能就暈倦過去了 所以那五秒鐘我就覺得 不行 我一定要抓住那個繩子 好 還好我也抓住抓住那個繩子 那好 那怎麼辦 我要撐他上去 根本沒辦法 這請工作人員幫我們拉上去 就那五秒鐘 對啊 人生的跑馬燈 好 關鍵五秒 好 延浩你也有溺水的經驗 對 最近真的溺水 那時候我們是跟朋友 去年年底的時候 大概跟朋友去日月潭玩 然後那時候玩得比較晚 但是那時候日月潭是全黑的狀態 太黑了 黑到就是真的要用手機照燈 才看得到地方 就是因為那邊好像完全沒有光害之類的 對 就黑到之後我就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 因為是年底算是比較冷 我就穿著靴子 長褲 工作褲 然後大衣幹嘛的 其實我平常是會游泳的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在那裡 嬉鬧 我穿得又這麼多 然後一不小心落水之後呢 是靴子那些進水 衣服 吸水之後 整個人是中到我 沒有辦法往上游 我會一直往下沉 我發現怪怪的 然後後來我想說我朋友他們會下來救我 之類的 也沒有 因為他們可能太黑了看不到我 根本看不到我在哪裡 所以他們也只能用燈照 但是燈照沒有辦法照得到水底 就完全看不到 然後後來就是 我發現我在底下已經 因為我已經沒氧氣了 我一直憋到受不及的時候 大力一吸 我只能喝得到水 大概喝了三四口這樣子 我想說 完了這一口我再沒憋到 沒有油上去 我就真的掛了 跟我一樣 對 但是我剛好就是看到一道光 一道光 我不知道那什麼光 我不知道是回光返照還是什麼 就是看到一個 某個地方就是有一個光 我就是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 手往那邊一揮 剛好跟西風哥一樣 剛好拉到了一條 遺棄的繩子在水底 然後就趕快瘋狂的拉 一直拉一拉一拉 然後最後就拉起來之後 然後我朋友才把那個 我不知道他們去哪裡找 就旁邊有一個救生圈 直接套到我頭上 然後我就想說 靠 我都快死了 現在才可以晃 對 結果 他怎麼一開始就丟給你了 因為他看不到 看不到 他看不到我在哪裡 我自己起來之後 他們才看得到我 所以那道光救了你 對 感謝祖 對 感謝祖 因為不知道那到底哪來的光 因為很黑 就很奇怪 關鍵時刻 對 總是有人出手救你 對 真的溺水 好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瞄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密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